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罗千竹 首先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提要 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昨天召开例行会议 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除了讨论2019年的经济工作之外 也部署党风联政建设以及反腐败工作 并且听取中纪委的工作汇报 这场会议特别点出明年 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一个100年的关键时刻 强调做好经济工作是重中之重 值得注意的是 会议同意在明年1月11号到13号 召开19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 但是并没有提到何时要召开四中全会 因此预料很可能会继续延期 就有外国媒体分析说 既然这个月的19号到21号 会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高层应该会预先讨论经济问题 提出方案 因此敢在今年底召开四中全会的急迫性 也就随之降低 继续关心中共高层的动态 今年12月18号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40周年 为了隆重纪念开启改革开放的重要大事 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预计当天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 有消息人士透露 领导人习近平到时候会发表讲话 宣布中国将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措施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则是要召开中央经济会议 有可能推出多项激励政策 明年的GDP增长目标也会向下微调 借此释放中国不只在追求增速 同时也重视高质量发展的信号 再加上这次会议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 预料会提出对应贸易战的内容 但是并不会直接点名美国 而是采取向整个国际社会喊话的方式呈现 可能会宣布增加外资股权比重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服务业将是具体开放的重点行业之一 虽然一直有传言中国有意对贸易战做出妥协 不过当局到现在似乎还是三间其口 关于要把美国汽车进口关税从40%调降到15% 以及购买美国大豆的说法 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加以否认 只是简单强调农产品能源以及汽车等等 都是中美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 针对是否会恢复采购美国大豆 高峰则回答说 大豆一直是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的重要项目 在国内向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如果有进一步的细节会及时宣布 看来不管记者怎么追问 北京当局仍然还是不愿意明确表态 接下来看到中方持续对孟晚舟的案件发表看法 驻加拿大大使卢沙也在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刊发文章 题目是我们不希望看到加拿大走上背离公平正义的道路 质疑华为千金孟晚舟无端被拘押 绝对不是简单的司法案件 美国动用国家权力追杀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 根本是一桩有预谋的政治行动 卢沙也表示 美国按照自己的国内法进行长臂管辖 这在国际法上根本没有法理依据 还说美国之所以如此霸道 就是仗着悬殊实力对别国推行强权政治 除了炮轰美国以外 他也痛批加拿大这么做并不是司法独立 如果依照加拿大所说的这是履行对美国的国际义务 那么加拿大把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国际义务放在哪里 批评加拿大的双重标准无耻又虚伪 卢沙也最后表示加拿大本来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目中 有着良好国家形象 不过这次却让人非常心寒 再来关心日前有一名22岁的维吾尔族难民 误遭到德国遣返回中国 结果却落得被羁押的下场 根据德国八州广播电台的消息 现在这位难民的下落终于揭晓 原来他已经被关进大牢 德国政府人权专员科夫勒表示 这名男子被指控犯有分裂国家或煽动分裂国家罪 并且从10月开始法庭审理 根据保护受威胁人民协会的预测 这名男子有可能被判处多年刑期 甚至是死刑 因为分裂国家罪在中国等同于危害国家安全 属于最严重的罪行 这名男子的德国律师伯格曼 向德国之声透露 这一切很可能与他曾经在德国 参加维吾尔族示威游行有关 另外德国外交部也证实了 这名男子被中国羁押的消息 在整起事件被媒体揭发之后 德国方面调整了移民政策 不再遣返来自中国的威吾尔人 接下来把焦点转向两岸 中国当局在1979年发布的 告台湾同胞书 除了重申一个中国与反对台独的历程以外 更具代表性的意义 在于后续两岸扩大交流 香港明报的报道指出 明年1月1号 适逢告台湾同胞书的40周年 中国方面有可能隆重举行纪念大会 借机宣示新的对台政策 尽管国台办先前就已经表示说 还不确定是否有相关计划 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并不代表到时候就不会出现高规格的活动 再来看到前香港官员涉嫌贪污的司法案件 前特首梁振英 2014年被指控在上任之前 先秘密收取澳洲企业UGL公司5000万港币 由他担任旗下公司的顾问 而在梁振英就任香港特首之后 却从来没有申报或披露 他仍然兼任顾问的事实 并且收取报酬 而UGL以及相关公司 则是持续从与香港政府有关的工程当中直接获益 因此梁振英被质疑有严重的利益输送问题 经过四年的漫长调查 司法当局却在日后宣布 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因此无法提告 但是相较于另一位前特首曾英权 他只是因为没有申报退休之后居住的房产 最后还是被告上法庭 对比现在对梁振英的裁决 明显存在双重标准 引发外界强烈质疑 接着也是香港的消息 沸沸扬扬的占中案件 从11月19号就开始在西九龙裁判法庭开审 在今天终于结束审讯 法官宣布将在明年4月9号裁决 根据了解 包含活动发起人戴耀廷 陈建民以及朱耀明 总共有9名被告 每个人都被指控一到三项罪名不等 包含串谋公众 以及杉货他人或公众访扰等等罪名 最高刑罚为7年监禁 新闻的最后来看到 香港高铁总站9月底开始实施 一地两检措施 引发泛民主派人士质疑 这不仅违反一国两制精神 也同时违反基本法规定 他们认为香港政府不该在高铁站内划定区域 提供给中国官员执法 不过香港高等法院昨天却裁定 一地两检合法 虽然这次提出司法复合的泛民派败诉 但是他们不排除继续上诉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接下来带各位回顾稍早前的新闻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中国当局应对华为财务总监 孟晚舟被捕案的做法令外界生疑 外交宣传安全等国家机器几乎全部都动员起来 甚至将两名加拿大公民抓起来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北京如此用力过猛 恐是担心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进入司法程序 会泄露北京的大秘密 据法广多报道说 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拘押之后 北京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措施 包括召见加拿大官员警告沃台华后果严重 以及外长不指名的痛斥美国对中国公民的霸凌行径 北京还开动了官方宣传机器对加拿大进行抨击 甚至不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 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作为交换的砝码 此外报道称中国官员对孟晚舟的态度 也不太像是对待一名企业的高管 更像是在伺候一位重拳在握的政府高官 报道称孟晚舟或保释返回住所的当天 中国驻加拿大的使领馆 便派人手捧鲜花去孟的家里登门拜访 此外对于华为是否真的是一家私企 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进入司法程序 是否会泄露中国当局的机密 这些机密涉及哪些领域 等一些疑问和猜测也不绝于网络 另外也有质疑称 华为冒着巨大的风险向伊朗出售美国产品 是华为自己干的吗 华为跟叙利亚苏丹朝鲜等政权也有违规交易吗 这些政权如何向北京投桃报李呢 报道称 值得关注的是华为的总裁任正非 在自己的女儿孟晚舟被捕之后一直保持低调 似乎这场优惑她公司和亲人的官司与她无关 或者用不着她出面来思落 显而易见 这更像是一场中国政府的官司 中国正在准备制定新的产业政策以取代雄心勃勃 同时令外界深感担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目前还尚不清楚新的产业政策是换汤还是换腰 有观察师认为北京当局为了避免华盛顿的关税威胁 可能会做出较大的让步以换取贸易的协议 据华尔街日报12号的报道说 中国的高层计划部门和资深政策顾问 正在起草一个新的产业政策 取代现有的中国制造2025 这是继关于中国同意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以及增购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的消息之后 又一个中国希望缓和日需紧张的美中贸易纠纷的动向 目前尚不清楚新的产业政策会有哪些变化 外界的反应也比较谨慎 一些观察师认为 新的产业政策可能会改变中国制造2025的强势姿态 在表述方面会低调缓和 但外界分析 希望看到新产业政策会有一些实质的改变 据法官的报道说 美国商务部周三的时候宣布 和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 中国烟台杰瑞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了协议 该公司已同意向美方缴纳280万美元的罚款 此外 在华盛顿方面指控该公司向伊朗出口 或试图向伊朗再一次出口 被美国所禁止的货物 方式有直接出口 也有把被禁的物品放在其他出口货物当中 一起运往伊朗 印台杰瑞公司有11次发户记录 受到美国的指控 其中两次在产品出进美国时 被美国海关发现 试试产品包括压力泵等石油开采需要的 器材建设零件和管道等 该公司的专长也正是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 器材制造 目前雇员共有5000人 好 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简报 华为案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连日的追访 当地时间周三也就是12号 在孟晚舟住宅外面守候期间 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孟晚舟订了一些薄饼来慰劳外面的记者和摄影师 但是传媒为了表示中立而婉拒 最后将薄饼送给了建筑工人 保护记者委员会12月13号公布的年度调查报告指出 2018年全球至少251名新闻工作者被监禁 中国名列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第二多的国家 土耳其已监禁68名新闻工作者名列第一 截至到今年12月1号为止 中国今年总共监禁了47名国际新闻工作者 比2017年多了9人 其中至少10名在中国进行采访的国际新闻工作者 未经起诉就被拘留 他们之前都在新疆工作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自由摄影师卢广 2018年12月13号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在例行的记者会上 回应两名加拿大人被中国当局拘捕 以及他们被释放或被保释的条件时表示 目前实施拘捕的并不是中国国家安全部 而是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 至于采取了强制措施之后的下一步情况 他指出相关的机关会依法来采取行动案件正在侦办当中 13号召开的中共政治局的协调会强调说 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这是中共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重大的判断 中共党媒新华社表示说 这标志着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成果 正从量转向了一个质的转变 好 来看下一条 王健林要在陕西省的延安市来投资120亿元 来建一个红色主题的文化旅游项目 叫做延安万达城 据澎湾新闻的报道说 该项目位于延安高新区占地约1900亩 项目总投资120亿元人民币 延安万达城计划在2019年一季度开始动工 那么在2021年上半年就开始要开业 万达方面表示 该项目将作为延安庆祝爱国教育 以及中共的100周年的一个县礼工程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